歡迎鎖定中視新聞 全球報導來關心在新竹湖口的菜市場 在今天傳出搶案 嫌犯鎖定到銀行去領錢的婦人 隨機拿剪刀行搶 想不到旁邊買菜的婆婆媽媽們 見狀一泳而上 當街將人壓制 交給警方 紅衣婦人撐著傘走在路上 一名騎士緩緩跟在身旁 趁婦人不注意一把抓起她的包 就想落跑 婦人散一揮要阻止 搶匪重心不穩 兩人一起慘摔在地 民眾發現情況不妙 吃小吃的大哥 抄起安全帽直衝 一旁逛街阿伯大嬸 一窩蜂上前幫忙壓制 那個客人剛好走出去看到 他就趕快衝過去 就把他剪刀 把他的袋子剪一下 大白天大膽行搶 就發生在新竹湖口 民生節菜市場 二日中午十二點多 一名成姓男子 騎乘機車鎖定了一名婦人 從身後徒手拉扯皮包 持剪刀 剪斷皮包背帶要進行搶劫 隨後婦人大聲呼救 當場被買菜婆壓制 在不到三分鐘的時間 就將嫌犯控制住 直到警方到場前 熱心民眾還將他團團包圍 警方事後也在嫌犯身上 起貨毒品及注射器 據瞭解誠信嫌犯疑似毒癮發作 缺錢買毒才會挺而走嫌犯案 全案也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及搶奪未遂罪嫌 移送新竹地檢偵辦 記者何孟謙 李廷熙新竹採訪報導 網路上流傳驚悚的車禍畫面 有問獎在路口處轉彎 完全沒煞車 結果高速撞飛斑馬線上的行人 六旬的富人是當場重衰在地 而在彰化西湖 則是有一對八十多歲的老夫妻 他們牽手過馬路回家 不料遭到左轉的客運撞上造成天人勇格 行人綠燈過馬路 只見對像一輛小黃很順勢地轉彎 像是完全沒看見斑馬線上有行人 於是碰得一聲 行人遭問獎慘壯 四腳朝天重重摔地 行人慘倒路旁 痛到爬不起來 驚悚撞擊就發生在桃園 爐竹中正路與中校東路口 當時小黃準備左轉 疑似A柱擋到視線 問獎直接撞飛行人造成六十三歲 蔡行婦人身體多處擦錯傷 在新北則是有行人違規遭撞盆 右邊行人等過馬路 只見一名男子 硬要強行穿越馬路 下一秒騎士高速驶來 男子嚇到想躲也來不及 兩人瞬間拋高甩飛 消失在畫面中 嚇壞一旁路人 車禍意外 也造成行人與騎士 雙雙受傷 再彰化一對八巡老夫婦 手牽手 緩慢過馬路 沒想到左邊突然衝出一輛客運 兩老嚇得小碎步狂奔 但終究躲不掉 慘遭輪廉 出大事了 司機趕緊停車查看 老夫人斷腿 救護人員趕緊將他送往醫院救治 老先生則是 當場頭骨碎裂慘死 事發後家屬趕到現場 難過痛哭 司機則是被目擊 自責跪地 老夫婦常在附近出入 沒想到回家路上過個馬路 竟會慘死輪下 夫妻倆天人勇格 牽手畫面就此定格 記者綜合報導 一名女直播主在臉書的粉絲 專頁上PO出了影片 宣稱在臺北車站直播時 一名男子對他做出了猥褻的行為 讓他當場被嚇壞 不過警方展開了追查 發現他和嫌犯在事發之前 一群人其實是有說有笑 甚至還瞧了拍攝的角度 認為根本是自導自演 而警方將會依法來約談他 誣告最高可以處七年徒刑 又起了衝突 是在臺北市市林的一名房東 和女租客之間 爆發了租屋糾紛 竟然趁他在睡覺的時候 闖了進去 還壓制住人狂毆 打到鼻青臉腫 那麼其實兩個人在去年時 也曾經因為租屋的糾紛 爆發衝突 那麼現在雙方是互相提告 將要對部公行 女房客忙臉失血 被壓在地上無法喘氣 地上斑斑血跡 現場居然是足處打人男子 還是房東 你已經打人了你知道嗎 我沒有打人 我有打你嗎 你已經打人了 這個女生現在已經這樣了 你現在出去 其他房客看不下去 想制止卻被房客趕出去 強調自己沒有動手 遇害人想起身卻被房東 二度拉進棚內 不要 不要 你幫我叫 你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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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穿拉頭髮 不過被害人反抗 其他房客看不下去 破門救人 被害人滿臉 被打到瘀青還骨折 原來被害女房客返家 發現租屋出門所被人患 自先招塑降把門打開 但這舉動引來房多不滿 造成這個順遜的女房客 臉部 臉頰骨有骨折 那並且臉部有多處的擦錯傷 女房客來自大陸 雙方過去就起過衝突 這次因為患訴問題 竟被施暴 被害人已提高恐嚇殺人未遂等 房東也反告對方 雖然現在被害人已經搬走 但恐怕心中的陰影難以抹去 記者李晴營 臺北報導 黃色小鴨在高雄展出 湧進了大批的人潮 但是有基層的遠景抱怨 被派去當二十四小時的免費保全 而且還沒有便當吃餓著肚子 那麼警察局澄清說 因為單日湧入了數數萬人 所以有治安和交通維護的必要性 周邊其實設有補給鎮 而當地居民也有怨言 說這金光閃閃的光束 直接照進了他們家的客廳 轉來轉去眼睛都花了 黃色小鴨漂浮高雄愛河灣新移民眾 牌照打卡 從早到晚人潮不間斷 四天破百萬人次 為了維護秩序 吊撥警力支援 但有基層遠景都沒掉啊 上網控訴一個月二十四小時 定點守望小鴨當免費保全 竟然還沒便當吃錢花到 哪去了氣炸泡網 網友也來這麼說暖到新坎裡 連便當都買不起 誰叫你是基層 真的是爛情物 警方則是澄清 設有補給站 全燈後準備點清水果水和飲料 一月三十一號起便當全面公益 不僅基層遠景 附近居民也快起笑 金瓜閃閃 燈光秀 遊客看得很過癮 但居民卻是很困擾 上網抱怨將近十二點還在閃 燈光閃來閃去 眼睛疲勞炮轟太擾民 會照進我們的客廳 一眼睛望出去 整個都是燈光 在那轉來轉去 看了眼睛都會花 高流發聲明表示 傍晚六點到深夜十點 閃閃半小時一次 閃閃後調控燈光已完畢 十點半關閃燈光 已經改善問題 黃色小鴨帶來人潮 高雄拼觀光 但基層遠景和附近居民 卻還不起來 只希望快快結束 恢復正常生活 記得紅夫人王書宏 高雄報導 國外有網友在路上看到 消防栓爆開 以為可以蹭水免費來洗車 但沒有想到 開到了水柱底下 竟然冷氣口炸出泄洪 整輛車瞬間變成了泡水車 專家提醒下大雨時 如果錯開外循環 來不及排水 同樣有可能會被水噴進車內 路邊的消防栓爆開了 很多網友的第一想法 竟然是想體驗一下免費洗車 消防栓噴出超高水柱 趁還沒被圍住 把車開過去 體驗免費洗車 網友開到水柱下方 感受高壓水柱清潔 沒想到過不到半分鐘 車輛冷氣孔居然炸出泄洪 不一會兒開始淹水 副駕的腳壓都無處安放 整輛車瞬間變成泡水車 以為這就已經夠離譜 還有駕駛遇到暴風雪竟然也遭殃 打開空調的時候 甚至把車外面的雪都帶進車內 外頭下大雪 里頭下小雪 一樣從冷氣風口瘋狂噴出 駕駛手忙腳亂用手堵也堵不住 這到底是什麼情況導致 大量的水積進來 會造成桶道裡面 瞬間進入一個強力的大量的水量 冷氣會有一個進風口 我們可以想像說 原本是空氣的地方換成水 當風玻璃別太靠近大量出水處 暴雨中也別開著外循環 否則內部通風口成開啟狀態 來不及排水真的會噴進車內 而一般外面洗車 著重側面車身噴水 都先避開了重點位置 倒不用太擔心 另外車子若長時間停在戶外 落葉髒東西卡在擋風玻璃下 酒樂也會飄出意味 進風口那附近會有一些枯葉 在那邊常常會有水質 然後造成它已經有點腐爛 腐臭味道就會出現 會建議進風口儘量保持乾淨 其實擋風玻璃下方 是內外循環出風關鍵位置 類似汽車之廢 千萬別突然灌水 更要常保乾淨 才能讓愛車呼吸健康 延長使用壽命 記者葉維林菲亞橋 台北報導 台南有消費者和朋友 到高檔火鍋店去用餐 他們點了酥炸卵絲 但吃起來卻覺得是小卷 請了店員來詢問 卻堅持說是卵絲無誤 讓客人去PO照片問網友 結果網友刷了一層牌的回應 真的分不出來 不是卵絲是詐騙 而海產業只要教大家分辨的方式 這卵絲的體型比較大 肉質也比較厚 而且比較貴 小卷細長 肉質Q 但卻比較便宜 香噴噴炸物讓人流口水 民眾點了酥炸卵絲 但卻送來炸小卷 叫店員來說明 台南一間高檔火鍋店餐點上提供炸物 有軟絲也有小卷 但是不是送錯餐點 店家不回應 客人把照片PO網 網友回應拿去化驗 我吃不出來反正都很好吃 這不是軟絲是詐騙 而實際從火鍋店家買來比一比 這兩盒到底哪邊是軟絲 哪邊是小卷 答案揭曉 左邊小卷 右邊軟絲 但炸完超難分辨 民眾看得無沙沙 花枝這是軟絲 軟絲喔 你怎麼分的 你怎麼分的 我用猜的 其實我分不太出來 分辨小撇步 軟絲提心大 肉質厚實價格比較貴 而小卷外觀細長 肉質Q 但價格相對便宜 料理過後 如果沒有仔細看 真的很容易搞不清楚 它吃起來會比較Q 它這個小卷的話 它吃起來會比較脆 像吃軟絲 結果來小卷 讓客人調侃自己 就當吃了幾末 這位觀眾台南報導 台中天津 年禍大街一年一度 吸引了不少遊客來朝聖 但沒有想到卻被狂喜覆評 Google的評論只剩下3.7顆星 不少人抱怨說糖果餅乾太貴了 而且沒有標價 也有人說攤販秤重玩 不給看重量 那麼此外有人認為美食賣的比年貨來得多 炮轟根本像是夜市 針對種種爭議相關單位也動起來機場 民眾糖果餅乾買起來過年假丁丁 一定要的 但台中天津年禍大街被狂刷覆評 只剩3.7顆星 有網友PO文買了一小袋糖果 竟然要價350元 價格是一般市場三倍 還有人說店家沒標價 甚至蹭完不給看重量 現場觀察有糖果攤手寫標示100克65元 但有的沒標示 口頭問了 老闆才說 就是這樣資訊不對等 民眾買完感覺被當潘納 整條街吃得比年貨還多 美食也被鹹到爆 有人說買麻辣小龍蝦 一年也才一次的天津年禍大街 被民眾嫌棄根本是夜市大街 爆出消費爭議 台中市金發局殺到現場稽查 吃的喝的都要揭露機價 就怕口說無憑 店家最好寫清楚 秤重也要讓消費者眼見為憑 要是趁完價發現太貴 消保官說民眾有拒絕購買的權利 記者王俊傑 王上安台中 採訪報導 韓國瑜當選立法院長 那麼到底要找誰來當秘書長 備受關注 傳出資深立委費洪泰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的呼聲最高 李四川說韓國瑜當選院長 是最棒的生日禮物 嚇得幫他慶聲的台北市長蔣萬 聽到趕緊使出了絕招萬安警報 而且開玩笑說 沒有看到我報得很開心嗎 而新政府新國會要上路 外界期盼僵持的兩岸關係 能夠破冰 呼籲要大開放大交流 認為民進黨的賴清德 應該要凍結台獨黨綱 從現在開始向對岸釋出審議 韓國瑜正式接掌立院龍頭要找厲害的秘書長來當左右手 必須熟悉國會運作與議事規則 還要瞭解政黨間互動 美嘎傳出兩大人選 有連霸五屆經驗豐富的資深立委 費洪泰也有人點名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因為他當副市長期間 跟藍綠在地議員互動超好 與韓國瑜過去在高雄市府搭檔的默契 就在韓國瑜拿下國會龍頭同一天 也是李四川生日 親身照片被PO出來 李四川笑得超開心 大讚韓國瑜當選院長 是最棒的生日禮物 嚇得一旁的蔣萬安一臉緊張 趕快警報李四川 川北之前也有講 不用幫他找新工作 你們沒看到昨天我的萬安警報 把他報得很開心嗎 昨天萬安警報 我現在應該是警報萬安 國會迎來新氣象 新政府也準備上路 但僵持的兩岸關係有沒有解放 包括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 都呼籲兩岸該大開放大交流 民間黨賴清德 更應該從現在開始向對岸釋出善意 選舉也選完了 該有的紛爭也告一個段落了 那兩岸之間 我們要走向極端對立的路嗎 我相信沒有人希望 所以理論上來說 就算官方之間還有隔閣 至少民間的一些交流 可以開始啟動了 如果賴清德能夠壯士斷丸 能夠做出 凍結台獨黨綱這件問題的話 它是可以同時取信於美中的 包括路生的部分事實上是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現在很多學校都關閉 如果讓路生能夠重新 再回到台灣來上課的話 讓年輕人彼此間互相認識 更重要的是高教老師 就不用再流離失所 所以宗教文化教育一起三見齊發 一定對兩岸的情勢 會有很大的幫忙 隨時大選落幕 百姓期待執政者抛開意識形態 開放交流才能讓兩岸破兵 不再兵胸站圍 迎來正正安居樂業的好生活 不少人喜歡在美式賣場購物 不過有另外一批死中會員 更喜歡的是在賣場加油 有民眾發現美式賣場加油站的油 價格比外面便宜大概三塊錢 以二號的油價實際來計算 將一年下來即便是繳了賣場的年費 但是還可以省下七千多塊 不過也有省前達人分析 賣場的加油站位置不靠市中心 所以如果是繞遠路來加油 這恐怕還是得要多加考量 平日下午美式賣場集滿消費者 不過你絕對想不到 這外頭長長一排人龍 全是為了來加油 住這附近絕對划算 差很多啊 近日有網友點出 賣場不只能逛街 加油甚至比外頭都還便宜 背後原因引發討論 實際比較 二月二號當天油價 美式賣場週五汽油27.5元 而中油30.5元 差了整整三塊錢 如果加滿一桶油60公升 省下一百八十元 還是有點遠 但是特地來加的話 是比較辛苦一點 剛好在這邊附近常跑 所以可以來 如果是遠就不會來了 不過也別忘了 賣場只提供會員加油 假設在中油 每週加一桶油價不變 一年下來八萬七千八百四十元 而賣場整年下來 七萬九千兩百元 再加年費一般會員 一千三百五十元 整年下來大約省了七千兩百九十元 但還有距離考量 難道你家就在好市多附近嗎 如果說你今天為了一公升省三塊多 但是你是繞遠路去加油的話 那根本就還是不划算 花了好幾公里的油 甚至去購物 然後就花了更多的錢的話 其實可能是有點不划算 其實美式賣場的油源 就來自中油 博可以賣得比較便宜 賣場商調是提供服務性質的油匯價格 也私下表示每週定價都會盡量固定低於中油三塊錢 而中原則表示作為供應商 都找公平交易法 不會給賣場查別待遇 這三塊的價差 恐怕也是賣場留住客人的陪伴 就連正見完一題 台北報導 累了感激新冠疫情迎來高峰 每日的感染人數都破萬 感染科醫師提醒大家 感染初期或是病毒 已經轉到了下呼吸道 快篩不容易測出兩條線 那麼會出現像是發燒啦 呼吸喘降的症狀時 最好就要馬上就醫 而新的研究證實 吃藥之後身體姿勢 對於藥物的吸收速度 竟然有很大的影響 春節連假 各大廟宇經典人潮多到蠻出來 卻也是巨大的病菌培養敏 疾管署預估 本週迎來新冠疫情高峰 每天大約有一萬兩千人 到一萬五千人確診 我的話我還是會繼續戴口罩 然後如果有水的地方 要是真的不小心身體出現症狀 一般人會先用家用快篩 但醫師曝光兩大缺點 醫師發病初期可能會檢驗不到 需要感染後的第三天 才有可能驗到兩條線 或是病毒早已經轉到下呼吸道 變成肺炎 這時候快篩大機率會出現五叉 如果真的不小心生病了 吃藥後測躺姿勢 也有可能影響藥效吸收 國外研究模擬藥丸 從未進入蛇趾腸的速度 發現當人體呈右側躺姿時 溶解速度是直立式的兩倍 只要十分鐘 左側躺則是會減緩藥物溶解速度 相差五倍之多 醫師說藥物的溶解速度 跟胃的構造有關 對於臥床病患可能會有幫助 但建議正常人服藥之後 還是先休息半個小時再躺下 避免藥丸腐蝕食道 畢竟服藥狀況因人而異 還是先尋求專業建議罪 萬無一失 立法院正任副院長選舉才剛落幕 但是綠白是不是有合作呢 那麼現在變成了一場羅生門 有獨派醫師爆料說 前一天接到了柯文哲來電 在三十一號的時候問他說 能不能夠讓民進黨支持黃珊珊當立法院長呢 民眾黨也會挺蔡奇昌當副院長 柯文哲炮轟說民進黨是滿嘴謊言要提告 到底是誰主動找對方談條件 現在是綠白隔空護港 立院龍頭爭霸戰落幕卻引爆綠白隔空交火 當初綠白河到底誰主動引發空前戰火 獨派色彩濃厚的醫師陳永馨 爆料一月三十一號 柯文哲打給他 說能不能院長支持黃珊珊 民眾黨來支持蔡奇昌當副院長 醫師向賴清德請示 賴清德還反問有沒有可能油黃沛 柯文哲一聽火大發飆 炮轟從頭到尾都是民進黨找上門合作 雙方持續護港 在前天的時候主動的通電話給綠營一位一屆的前輩 表達說民眾黨願意去支持蔡奇昌擔任副院長 希望院長可以來支持黃珊珊 是你打電話叫他打起來 這種滿嘴謊言的政黨 這受不了 既然院長選舉都已經結束了 柯文哲主席實在沒有必要出來再放話 然後再編一些故事 每天新潮流 怎麼可能再去投新潮流 大家如果都要耍硬的 那就好 那就法院上見 柯建民還發文說 民進黨從頭到尾不可能灌票給黃珊珊 否則會全黨滅頂直接下課 民眾黨一天內狂開三場記者會大喊要提告 我會主張告我民進黨發言人 就直接告他 這種造謠的手段 我們受不了了 這位醫師呢 他也很明確地來表達 他也願意來到法庭 陳述事情的相關經過 要拒就來 大家火大了 不可以用這種手段 你不可以每個都打電話 說你要打電話給他 我從來沒有他的電話號碼 我怎麼打給他 民眾黨立委黃珊珊清理訴狀要提告相關人士 包括民進黨發言人吳征 如今國會龍頭戰告一段落 但綠白戶咬廝殺才正要開始 記者張宥慈王志涵 花開粉紅色櫻花盛放 吸引大量蝴蝶飛舞之外 更有大批民眾前往拍照打卡 這裡是機場附近東沖櫻花園 有超過80棵櫻花樹 打造成浪漫粉紅櫻花大道 不少人專程從市區 花一小時交通路程來響陰 大戰櫻花綻放美景很夢幻 除了在平面欣賞還可以選擇搭網大火的攬車 特別是全透明的水晶車廂 從高角度看櫻花 旅客現在非抵香港 可以選擇把行李直送飯店 然後幾分鐘車程去響陰 或是在東沖香港最大的OLED 這裡除了有150家國際品牌 也有不少米其林級的美食 包括這家廣東傳統的雲吞麵 大小以一口一顆最失蹤 上桌時雲吞放在下面 避免麵條被湯浸泡太久 還有最考驗廚師公立的甘草流河 以及包括長粉等不同的飲茶點心 下飛機不久 就能完成吃買碗不同願望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靖華的報導 快過年了 有爸媽幫寶寶預約剪個新髮型 但是這小男娃竟然直接就被撸成了個光頭 讓他看到了自己的樣子 直接忍不住放生大哭 另外有小女娃 她的瀏海竟然被爸爸給剪壞了 剪得太上面了 瞬間好像變成了清朝人 女孩最在意的瀏海被爸爸剪壞 讓他邊笑邊打 爸爸眼眶含淚 心情超級複雜 另外寵物要整理造型 結果蓬鬆的毛髮的薩摩耶 竟然被剪成了北極熊嗎 真的是讓人笑粉 快過年了 換個新髮型 新氣象 小男娃超萌 被媽媽抱著剪頭髮 理髮師狂嚕 每兩三下頭髮瞬間清空 但小男娃的表情逐漸母湯 這個光頭造型可能真的看不順眼 而這位小朋友從背面看 似乎剪了一個超完美造型 但轉過身來 你看看 瀏海剪到頭頂上 瞬間變成清朝人 一妙變阿哥 網友笑翻 快跪地喊吉祥 彷彿時空穿越 爸爸幫女兒剪瀏海 變成居家美髮師 把女兒的頭壓在桌上 大剪刀 對準瀏海 咔嚓咔嚓剪完 成果讓女兒又哭又笑 邊笑邊揮拳打爸爸 眼眶還含著淚 覺得瀏海很搞笑 但偏偏在自己頭上 心情又夠複雜 去和蠶食官理髮 超可愛薩摩爺毛髮蓬鬆 不少人叫薩摩爺大白熊 到寵物美容室洗香香 修雜毛出來真的變成北極熊 不管是小娃 女孩還是狗狗 髮型果然很重要 記者 綜合報導 雲林縣東市香是全台灣胡蘿蔔 三大產地之一 雲林縣政府和在地企業合作 規劃了國際台灣胡蘿蔔日 今年邁入了第三屆 舉辦了萬人拔彩色蘿蔔的活動 拔蘿蔔疊了一招 雲林的國際胡蘿蔔節 將在三月二日登場 正值寒假 不少爸媽帶著小朋友 搶先體驗拔蘿蔔 開放一公頃的部分 給將近兩萬人 來自於全台的一個民眾 所拔取 縣長常常講一句話 因為在地越國際 我們可以看到在東市香這邊 舉辦這個國際胡蘿蔔日 可以讓全台的民眾 更認識我們雲林縣 要讓作物生長得更好 在田園演奏大提琴 胡蘿蔔跟人一起聽音樂 國際胡蘿蔔節邁入第三屆 重頭戲之一就是萬人拔彩色胡蘿蔔 推廣食農教育 東市是全台灣胡蘿蔔的故鄉 我們這有最好的圖子 有最好的氣候 所以我們種出來的胡蘿蔔 是最健康 展示全台第一台的胡蘿蔔採收機 因為雲林東市種植胡蘿蔔 面積高達一百五十七公頃 是全台三大產區之一 透過高效率採收 能解決農村人口老化 轉型科技農業有助青年返鄉 記者廖文斌雲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